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涉嫌谋杀亲夫被警方逮捕 这本来只是一桩普通的案 可里边有个细节让人细思极恐 什么意思呢 这位小说家曾经写过一本书 书名叫《如何谋杀你的丈夫》 先入境 这小说里的剧情竟然真的就在现实当中上演 让人是忍不住感叹生活 比这小说还要荒诞 不过真要论起荒诞剧大师 恐怕非另外一位作家莫属 谁呀 东野归吾 说起东野归吾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他被称为是当今推理小说界的最强王者 他有多活呢 说光去年这一年 他就在咱们这拿下了2200万人民币的版税 在外国作家当中 那是排名第一 除了版税啊 他还有版权费 他两部作品 《嫌疑人X的现身》 还有《解忧杂货店》呢 都被咱这的公司给买了版权 已经呢 改编成电影上映了 这前前后后粗略这么一算 他去年一年 在咱们这呢 至少赚到了5000万 那为什么东野归吾在咱们这这么受欢迎呢 因为他的作品啊 他最特别的地方 不在于案件有多离奇 构思有多精巧 推理有多严密 而在于什么呀 这故事背后的复杂人性 可以说人性是东野归吾所有作品的骨架 没有一个故事脱离了人性 而单独存立 而正是这种对人性的挖掘 他的作品呢 总能够出众社会的痛点 在那一幕幕的荒诞距离 都能看到当下年轻人的影子 东野归吾 有一本小说叫《流行之伴》 这书里呢 写了一位小伙子叫大午啊 是一名30岁的国企员工 因为工作太忙 再加上自己性格呀 比较沉闷 就一直呢 没有找到女朋友 就一单身狗啊 眼看着这年纪呢 是越来越大 这大午呢 他就注册了一个相亲网站 在这么一场相亲活动上啊 他就遇上了他的真爱 叫小静 小静呢 是一名保险业务员 就从那天起 大午每天给小静发微信 三天两头请他吃饭看电影 还主动掏钱 帮他完成业绩 可是没想到啊 自己投入越来越多 小静却越来越疏远 最后呢 甚至直接提分手了 所有的付出 打水漂了 原来啊 这小静 人家是职业 职业骗子 就专门在相亲市场 物色猎物来骗钱 他这个猎物啊 标准倒是很简单 就是大物这种款的 不擅长交集 又着急要结婚 这种老实人 同样的故事呢 这小说吧 在现实上中 他也上演了 2017年 37岁的中国的程序员 苏享茂 在相亲网站上 认识了一个叫 翟星星的女孩 这个仅仅两个月后啊 认为找到 真爱的苏享茂 结婚了 两个月啊 恋爱结婚四个月 这苏享茂 为翟星星呢 是付出了1300万 但这一切 并没有帮他 获得真正的爱情 这婚姻 维持了42天 便宣告结束 9月7号 苏享茂发现 翟星星 曾经有过婚事 再加上呢 自己一直被他 惹索财物 就不堪重负 干嘛呀 跳楼 自杀了 他去世后 网上就开始有人爆料啊 说翟星星 隶属于某专业 这个骗婚团伙 和现实同步上演的呢 当然还有另外一本小说 就是 东野归吾的 《百叶行》 这书里啊 有一个角色 叫童元亮思啊 是一位天才的 创业少年 他开发的这个游戏啊 一炮阿红啊 下载的排行榜上 那是高居第一啊 游戏截图是刷爆了朋友圈 这阿亮呢 借此那就大赚了一笔 还创业 开启了游戏公司 他创业的那年 那正是日本消费主义 登峰造极的时候 年轻人呢 都想方设法 专营啊 创业来做生意 很多大学生 很多大学生还没毕业呢 就在学校里边呢 研发软件来找投资 阿亮这个游戏创意啊 其实呢 都是从几个大学生呢 偷过来的啊 比起只懂技术的学生 这阿亮 哎呦 头脑灵活 懂得走劫迹啊 他更有可能 创业成功 不过呢 阿亮这个好运呢 嗯 没脚太久 缺乏原创能力的公司 很快呢 在残酷的竞争当中 就败下正来 坚持不到两年呢 就草草倒闭了 第一次创业的失败 并不妨碍这个阿亮 继续走捷径 后边这几年呢 他又开发了一个 盗刷电子账户的这个软件 就偷偷赚钱 又开了一家小公司啊 一边把二手硬件 卖给图便宜的门外汉 一边呢 做山寨游戏 来赚这个快钱 可这小公司成立 不到一年 正好呢 就碰到了政府 要严打山寨游戏 阿亮这公司啊 被投诉了 当警察啊 带着风条 冲进公司的时候 事先得到 风声的这个阿亮啊 早已逃吃摇摇 只剩下的一脸茫然的员工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此以后 阿亮只能隐姓埋名 再也没办法创业了 七年之后 他在被警察追捕的过程 当中跳楼生亡 嘿嘿 讽刺的是啊 这是小说吧 这小说当中出现的情节 又真的在咱们这呢 上演了 现实版的故事 想必大家啊 也听过 就是天才少年 毛侃侃 毛侃侃十七岁啊 高中退学 进入到社会 二十三岁呢 创业成立了他的这个游戏公司 担任CEO 成为创业明星 还登过杂志的封面 还上过电视节目 在那大谈特谈成功经验 但创业后的道路并不平坦 这公司成立一年 他就和这个董事会啊 闹翻了 之后呢 他又尝试啊 开发这个医疗健康啊 交通领域啊 一些个APP 但都没提起什么波澜 后来呢 又转行 转行干嘛呢 做游戏竞技行业 他依然 没办法续写他的辉煌 就一直在那亏损啊 就在去年 有消息说呀 他的公司呢 负债四千万人民币 拖建员工薪水呢 两百万 连办公室的电费啊 都交不起了 果然今年1月25号 毛侃侃自杀生亡 这过世的当天 正是他约定 要向好友还钱的日子 毛侃侃和这个小说当中的 阿亮啊 一样 都在年少时靠创业 走上了成功的捷径 但在这个时候呢 捷径 或许 就是一条 不归路啊 好 继续回来 这个作家冬夜归吾 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大学学的呢 是电机工程专业 后来啊 在一家公司 当技术工程师 下班之后呢 他就自己啊 宅在家里 写小说 说他有一天啊 去逛这个书店啊 无意当中呢 他看到了江户川乱布奖的 投稿方式 咱们要知道啊 江户川乱布奖 那是推理小说界的 最高荣誉啊 能得热奖啊 不光能够获得一大笔的奖金 还能赢得一个最好的前程 许多新人推理作家 就是在得了这个奖之后 一路走红 冬夜归吾呢 老林一马就心动啊 回家 埋头就苦血 嘿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九八五年 他凭借一部校园推理小说 叫放学后 还真就获得了第三十一届 江户川乱布奖 这一年 他二十七岁啊 年纪轻轻 就能得到最高奖 这前途自然是不可限量 这冬夜归吾 立马就把工作给辞了 不干了 一门心思啊 回家写小说 可是没想到啊 命运呢 就是和他开玩笑 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后 这冬夜归吾 陆续写了一个作品 却都反响平平 无人问津 为了能够让出版社 觉得他还有粉丝 愿意继续和他合作 他干嘛呢 他甚至自掏腰包 去书店呢 买自己的书 就这样 冬夜归吾 哎呦 被市场啊 读者啊 是冷落了 整整十年 不过 这十年的冷遇 并没有让他心灰意冷 每天白天 他呀 出门 坐地铁 坐公交车 干嘛呢 就专门听别人聊天 从这个聊天的 泪浓啊 表情啊 来捕捉各种写作灵感 回家呢 他就一心扑在书桌上 来写书 每天都写啊 写到凌晨三四点 才肯把手 才肯停笔 就像在他作品 《时生》当中写的那样 悲观 也没用 发给你什么样的牌 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 哎 到了1997年的时候 这时机呢 终于这个出现了 他的作品 名侦探守则 哎呦 惊艳亮相 引起了整个日本推理小说界的轰动 然后就在这一年 后院起火了 他妻子啊 和他离婚了 对这个东爷闺吾来说呀 从这一年起 他就必须努力放下过去的一切事业 家庭都要重新开始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他潜心 酝酿这个情感 写出了他真正的成名作 叫秘密啊 凭借秘密 他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这部作品 还成功改编成了电影 还邀请了当时最红的日本明星 广播良子来出演 东野这一回 那真是扬眉吐气 就在秘密拍摄的同一年 东野归物的另外一部大作 《白夜行》出版了 这是一部很另类的推理小说 你看 在一般这个推理小说里呀 侦探往往都是正义者的化身 并最终战胜邪恶 可是到了这一本这个《白夜行》里呢 侦探的正义力量啊 很有限 有的时候啊 那真是感觉到无能为力 引得这个无数的观众啊 读者呀 在被罪恶裹挟的爱情当中 悲怯动容 《俺たちの上に太陽などなかった?》 《いつも夜》 《だけど暗くはなかった》 《太陽に変わるものがあったから》 《あなたは俺の太陽だった》 《まがいものの太陽だった》 《だけど明日へと昇ることをやめない》 《俺のたった一つの希望だった》 好 这《白夜行》的畅销 让冬野龟吾呢 一跃成为了天王级的作家 也让他有了更多的自信 向各种写作领域啊 来发起了挑战 冬野龟吾曾经说呀 小说首先应该是一个好故事 一个让人喜欢听下去的好故事 它的每一部作品呢 都是这句话的最好印证 它的每一部作品 关注的问题它不太相同 叙述的角度呢 也各有不同 但都同样能够切中社会的要害 你比如《白夜行》 它讨论的是爱情和犯罪 再比如《彷徨之刃》和《红手指》 它讲的呢 就是少年犯罪的问题 还有咱们今天要说到的 《沉睡的人鱼之家》 它关注的呢 则是器官捐献 在冬野龟吾的笔下 不光故事折射的角度各有不同 叙事的手法呀 那也是灵活多变 你看今天咱们要讲的 另外一本书叫《解忧杂货店》 它这个叙事手法呢 就比较新颖 它通过穿越时空的书信的往来啊 讲了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 这本书是这个 2014年出版的 一直到今天 四年都一直是爆款 销量啊 已经达到千万级啊 它堪称是非冬野之罪 它没有罪啊 没有侦探 只有什么呢 只有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和忌败 是它所有作品当中啊 难得的暖色调 这个整本书的故事啊 发生在一夜之间 却跨越了整整三十年 标题里说的这一家这个杂货店呢 它有一个时空隧道啊 说某一天三个小偷无意当中呢 闯了进来 就收到了好几封啊 来自三十年前的这个咨询的信 这些信呢 改变了这小偷的人生 也改变了那些咨询者的人生 在小说里 一共有五位咨询者啊 倾诉他们的各种烦恼啊 有关于爱情的呀 有关于这个家里这个亲情的呀 当然也有关于事业的啦 还有关于梦想的呀 这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小故事呢 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 最后呢 哎 被完整的串在一起 然而不得不感叹 冬野归吾 它那个比例 这深厚 冬野归吾的作品啊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本格派 和这个社会派的一个结合 既有严明的逻辑呢 又有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关切 这本书虽然讲的是一个玄幻的故事啊 穿越啊 它却是真实的历史框架下来运行 它选的这个角度 这个时间段 那正是日本社会风云变幻的这几十年 你看 书里 你看 第一位自行者叫月兔 他就一心啊 想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由于当时这个前苏联政府啊 在1979年啊 入侵阿富汗 很多国家呀 在那抵制 其中就包括这个日本 那这几个回信的小偷呢 生活在是2012年 就写信啊 穿越了吧 每晚的劝这个月兔 你就放弃吧 放弃对这个莫斯科奥运的这个幻想吧 还有另外一位自行者 叫秦美 那是生活在1979年啊 他对自己的未来呢 那是充满着迷茫啊 可是到了现实当中 未来这个几十年 日本呢 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像这几小偷告诉秦美的 说1986年 日本的经济会迎来空前的繁荣 在这以前呢 你赶紧吧 去市中心 疯狂地买地吧 买房吧 那房价一涨 你就卖出去吧 再把它赚到的钱呢 投入股市 你闭着眼睛 坐着 躺着 都能赚钱 等到了1990年 日本的经济啊 急转直下 你必须啊 得把这之前所有的投资啊 都脱手 转行干什么呢 互联网产业 这秦美啊 这是穿业的啊 就听了这几个小偷的建议 炒房 炒股 一夜暴富 成了知名的女企业家 您瞧瞧 咱们常常说啊 千金难买 早知道 日本的经济 在短短十年之间 经历了大起大落 那身处在那个年代的人 有谁 能遇见到这个呢 秦美的命运 就让很多人 在这个书里边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得到了宽慰 这就让我想起到 前段时间 比较火的一部电影 叫超时空同居 这个电影里 女主角呢 查到了过去某一期啊 中奖的彩票号 然后她就穿越 穿越到男主 所在的那个 过去的那个时空 买了那么一张这个彩票 虽然是因为时空的原因 彩票号把消失了 但这种预知的超能力 甭管是在观众心里 在读者心里 那永远都充满着魅力 三处两天大强 创历史新高 我先买个大房子 然后每个面包车 投资做生意啊 这样可以去 一八年的资料馆 查九九年的中奖号 知道九九年买个不就得了吗 这样的中奖号 我一定把以前的家买回来 我再也不相信了 好 继续回来 有人就说了 说这书里边的杂货店 这个店主浪史爷爷 其实呢 就是作家东爷归吾的这个化身 浪史爷爷用一封封的回信 解他人们各种烦恼 而作家东爷呢 这把他答案 写在一本本的书里 让咱读者自己来感悟 就像他在解忧杂货店里 借浪史爷爷的口说的 这么多年咨询性看下来 逐渐就明白了 很多时候啊 咨询的人心里啊 已经有了答案 来咨询呢 只是想确认 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如果说我的回答起了作用 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努力 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 甭管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那都没用 这本书从头到尾 都充满了日式的温情 在书的开头 几位小偷 为了试验这个这个这个 信箱的真啊假 就随手往里边呢 论了一张白纸 而在书的最后一页 在书的最后一页 东爷呢 把这个白纸之问呢 非常巧妙的远了回来 首尾回应 在这个书里边 浪使爷爷给小偷 寄出的空白信 也做出了回复 他说 如果把来找我咨询的人 比喻成迷途的羔羊 通常他们手上啊 都有地图 地图呢 是一张白纸 任何人都会不知所措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正因为是一张白纸 才可以随心所欲的 描绘地图 对你来说 一切都是自由的 在你面前 是无限的可能 我衷心祈祷 你可以相信自己 无悔的燃烧 自己的人生 无名杂货店 大家都称它为 解忧杂货店 因为这里可以咨询烦恼 有烦恼的人 可以从前门寄信 如果有隐私问题 以后能留买相 可以拿到回事 大哥 什么年代 哪里还有人写信啊 你把杂货店都开成邮局了 这小孩闹着玩的 你还真当真啊 爸妈最近有些奇怪 他们要带我离开 但我真的讨厌他们 孩子 无论如何 家人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不要和家人分开 我的敬意 说不定他们找错了 两身大错 这个事情不能再泄露 好 继续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刚才说到的另外一本书 《沉睡的人鱼之家》 在这个东野归吾的作品里 它这个和这个解忧杂货店呢 都是比较另类 比较独特的存在 你可以说他们很不东野 但也可以说他们很东野 他们不像东野其他作品啊 是靠推理啊 犯罪啊 来发人深信 但他们呢 也和其他作品一脉相承 都充满对人性的思考 这两本书就像是冬野归吾的双生子啊 一个呢 是在光明中探讨希望 一个呢 是在绝望里 生出反思 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 说如果一个人 需要你去决定 是否判断他死亡 你会怎么做 还有 如果这个人 就是你的至爱 至亲 你又怎么办 这本书呢 讲的就是一个 关于死亡的故事 女主人公 叫薰子 她和丈夫 结婚多年 貌合省力 已经决定 在这个女儿呀 小学面试结束后 就正式离婚 可是没想到 就在她俩等待女儿面试的时候 突然接到女儿溺水昏迷的消息 医生告诉她 虽然孩子心脏还在跳 但大脑功能啊 已经消失了 也就是医学上说的脑死亡 这痛苦的夫妻俩 就被迫面临两选择呀 要么听医院的决定 是否让女儿 接受这个器官捐献 要么呢 干脆继续给女儿治疗 花钱 一直等到她苏醒 但是巨大的悲痛 这薰子夫妇啊 就决定代替女儿 签署这个器官捐献的协议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夫妻俩突然就感觉 这个女儿的手啊 动了一下 这个时候 一个艰难的问题 就摆在主人公和读者的面前 冰冷冷的脑死亡 医疗判定 和感觉动了一下的温热的手 那究竟该相信哪一个呢 这薰子夫妇的选择呀 遵从了作为父母的本能 就决定 借助呼吸机器啊 让女儿继续活下去 或者说继续保持 所谓活着的状态 在这个书里边呢 东也为薰子啊 虚构出了一项黑科技 这科技是虚构出来的哈 说他不仅能够让薰子的女儿 像正常人一样呼吸 还可以借助仪器 来活动肌肉 让身体继续生长 让脸部做出微笑表情 在薰子的眼里 女儿只不过是睡着了 她还是活的 而且活得好好的 似乎充满着生机 一天天在成长在好转 但是在旁人眼里 乃至在她丈夫的眼里 薰子那就是疯了 这种高机器支配的动作 那真的是所谓的生机吗 还有啊 一个没有意识 没有灵魂的肉体 那真的能算是活着吗 薰子的种种行为 荒唐又疯狂 却也很难让人苛责他 试想一下 让你亲手 放弃一个你最心爱的人 你能接受吗 虽然这个人理论上已经死亡 但心跳正常 呼吸正常 他看起来就像睡着一样 你能放弃吗 而这其实啊 正是东野向读者抛出的另外一个问题 人的生命究竟是为了谁 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身边的人 而人的死 又该如何来判定 是靠医学的严谨 还是靠我们的内心情感 或许啊 是为了给读者一个交代 或许也是为了给薰子一个交代 到了书的最后边 薰子 在睡梦中 和女儿进行了告别 用一种近乎神圣的力量 断了薰子的执念 结束了这一切 薰子女儿的器官也如约捐了出去啊 帮助到很多需要帮助的病患者 让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了下去 这么一个结局让人很释然 却也很难让人释怀 有关生与死的拷问 东野在书中啊 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或许他自己也没答案 据说啊 说写完这本书以后啊 东野归无自己的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说写出这样的故事 真的好吗 我现在仍然在烦恼当中啊 好 继续回来 东野归无的作品 充满着对社会的思考 也充满了对人性的探究 就像他在白夜行李写的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呢 是太阳 二呢 是人心 让人读来是忍不住倒吸口凉气 但其实 当你仔细读完他的作品 你就发现 批判现实 批判社会 并不是他最想要反映的 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些人性中最真挚 最温暖的 才是他作品的重点和魅力 他始终在现实社会里 寻找人类情感的共鸣 有人说东野是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作家 他的作品 教会读者如何去生活 如何去思考 如何去爱 就像他在经典名作《放学后》里写的那一段话 我们这种平凡之人 在面对胜负关键的时候 总需要寻找某种依靠 但 在比赛中 仍然是孤独的 无法依靠任何人 那么该依靠什么呢 我想 只有自己曾经努力过的事实 好的 感谢收看读书料理 我们这期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 下周五 晚上八点 我们再见